忠孝西路進行機車的問題有解了 長年以來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 始終圖著進行機車四個大字 即便台北市交通局終於在2022年的年末 宣布機車可以在深夜的11點到6點進入忠孝西路 但是卻仍然反對開放更多的時段 原因在於忠孝西路上公車交織嚴重 同時也大幅影響交通效率 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 就是台北車站必須興建市區公車轉運站 目前的台北車站周邊 除了機車進食行駛中孝西路 需要額外繞路帶來不必要的困擾之外 其實對於搭乘公車的民眾來說 也是非常不友善的規劃 有別於國道客運 還有個整合的台北轉運站 在台北車站要搭乘公車的話 站牌竟然分散在20個不同的地點 而且同樣用著台北車站 瓜湖中孝這個名字的站牌 還有5個不同的搭車位置 距離最遠的 彼此差了250公尺 其他的還有台北車站 瓜湖鄭州 台北車站 瓜湖成德 台北車站 瓜湖青島 台北車站 瓜湖公園 台北車站 瓜湖開封 台北車站 瓜湖重慶 以及非常鄰近 但是用著不同名稱的行政院 跟後車站 而在站牌四散的狀況下 公車行駛的動線 就更加混亂 而且停靠的站牌 還不同意 不只初次前來的旅客 查找不易 經常利用的乘客 也不容易轉乘 好比說台北車站站 正前方的台北車站 瓜湖中孝 雖然名義上是同個停靠區 但是卻又細分成 7個不同的後車位置 如果要搭最著名的 公車之王307 結果站錯後車位置的話 司機還不一定會停下來再客 而高達30條的公車 在這邊頻繁切進切出 也正是造成中孝西路 交通狀況 嚴峻的主因 雖然說自2017年起 台北市交通局 使用了管前路 到重慶北路間的 交流公車站 但是卻只有行駛 中孝橋或台北橋 前往三重蘆洲方向的 公車停靠 路線數量 只有少少的7條 而且行駛中心橋的路線 還因為要在前方 左轉中華路 因此仍然維持停靠 在台北車站站底前 使得出現 39 221 中孝幹線 在三重的行駛路線相近 但是卻要在不同的停靠區 等候的狀況 再者 這個交流公車站 在2017年起用前 其實事先拆除了 已經使用了66年的 國光客運 台北西站 使得原本從這邊 發出的國道客運 少了調度站 而乘客也必須跟著4-3到周邊 4個不同的地點搭車 其中的台北轉運站 在當時 更是因為容量不足 或使 必須記輸限時令 上課的停靠時間 不得超過8分鐘 下課的停靠時間 不得超過5分鐘 美其名是要增加 客運業者的調度能力 但是在台北車站周邊 缺乏大型車調度場站的狀況下 實際上反而會造成 死司機的勞動條件惡化 而且當時拆除 國光西站後 運景是要將這個空間 打造成一個 下城式的廣場 號稱要解決 台北車站 地下空間中 因為不同站體設施 或是地下街的 高層不一 導致動線混亂 乘客容易迷路的問題 沒想到 計劃最後不了了之 只是簡單的鋪上地� 移植綠樹 栽培草坪 以台北行御廣場的名號現身 但是啟用的這7年來 利用人次極低 對比起 周邊繁忙的人流跟車流 顯然是種空間上的閒置 更別提 拆除國光西站之後 造成 鄰近道路需要負擔衍生車流 所帶來的其他交通問題 對照起台灣人最常去的日本 除了是鐵道王國之外 對於公車的轉乘 也相當重視 無論是新幹線 JR在來線 私鐵 甚至是市區內的地鐵 在重要車站的外面 也經常有設置公車轉運站 方便乘客前往鐵路 無法服務到的地點 藉由減少不同運聚間的 轉乘縫 縮小 大眾運輸 與私人運聚間的 時間成本 以及 易達性的差距 還可以進一步 提升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的意願 而放眼台北車站周邊 不只是20個停靠區 本身就會帶來困擾 當中還有超過7成 只是簡單的站牌插在人行道上 連個能夠遮風避雨的後車停都沒有 但是要新建市區公車轉運站的話 在當初沒有預留空間 地面上又已經被地下站體 或地下街的大量通風景 佔據的狀況下 其實也不容易找到一個 合適的場所 不過即便是有著這麼多的不利條件 我們仍然找到了一個 絕佳的地點 規劃了符合需求的 市區公車轉運站 而且也有給 顧問公司從業人員 確認過方案的可行性 不但可以解決 乘車方面的問題 還同時可以降低 四周道路的負擔 這個地點 就是位在 台北車站 站體的東側 由於車站周邊 入網的設計 使得東側 不僅車流相對稀少 目前也幾乎只有 計程車 跟客運在做使用 而且早年曾經一度 將這邊 開闢為道路 所以通風景的密度 也遠比其他區域 來得少 經過適當的整理之後 可以規劃成 4個月台的 市區公車轉運站 每個月台的後車區 強度可達60公尺 也就是一次 可以停4到5台公車 而公車可以由 南面的 中校西路 公園路口或者是東面的 北平西路 中山北路口進出 未來中校西路北側 也就是往西方向的站牌 就可以直接踩撤 所有路線 改到轉運站內停靠 而中校西路南側 也就是往東方向的站牌 則可以從目前 3個不同停靠區 整合到 只剩1個 除了中校西路之外 就連市民大道的路況 都能夠獲得 一定程度的改善 這是因為 目前台北車站周邊缺乏 核式回轉的道路 使得以台北車站 作為端點的公車路線 除了中校西路之外 還必須繞行其他道路 才有辦法折返 比方說來自三重 盧州的 十四跟三九 就要多行使 管前路 成德路 市民大道 中山北路 而中校西路 左轉管前路 本身就具有相當大的流量 使得這兩條路線 經常會等到兩三輪的紅燈 才有辦法左轉 而來自五谷泰山的 578 579 582 在西寧北路口左轉 也偶爾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再來 像是來自三重的 232陣線 來自板橋的 265 跟604 則是選擇到 捷運 散島四戰後 在險經 林森南路 紀南路 中山南路 接著左轉 回到中校西路 然而中山南路 左轉中校西路 也是個平均點 這樣的繞使 不僅增加周邊道路負端 也是在無謂的 延長四階的攻勢 而有了轉運站之後 這些路線 就可以在 中校西路 公園路口 直接左轉 其實這個路口 本來就是打通的 只是長年來 被紐澤西護欄 給封了起來 考量到 一旁的管前路口 跟中山南北路口 本身南北向的 交通量就大 公園路口 重新打通之後 北側作為轉運站 不會有其他的車流 因此增設紅綠燈 對於中校西路的車流 影響不大 再加上 中校西路 南側往東方向的車道 因為在公園路口的前後 有偏移的狀況 使得 內側過來的 第二車道 使用率 非常的低 所以 可以重新調整 車道配置 將這個車道 定義成 直行 進入 中校西路 地下道的車道 而最內側車道 則改作為公車左轉專用道 經過計算之後 會需要在這邊 左轉進入轉運站的公車 尖峰時間 一個小時為 136班 這個數字 聽起來似乎很嚇人 但是考量到台北車站周邊 常態使用 長洲旗號制 平均一輪紅燈 其實只會有 7班公車 在這邊 左轉而已 而且經過動線調整之後 可以同時減少 西寧北路口 管前路口 中山北路口的 左轉量 再加上 中校西路上的公車總量 也沒有太多變動 整體來說 可以改善 中校西路 沿線的路況 而且打通公園路口之後 就等於讓行人 多了一個 穿越 中校西路的動線 不用像現在 只能在地下街 上上下下 或者是 繞路到管前路口 才能有 平面穿越 除了可以同步提升 行人路權之外 還有機會 降低管前路口的人流量 減少目前常態 出現的人車衝突 至於其他 可以整合的公車站牌 還包含了南面 來自羅斯福路的 羅斯福路幹線 251648849 這幾條路線 目前在台北車站周邊 甚至還走著不同的動線 分別停靠 台北車站 刮湖開封 台北車站 刮湖青島 台北車站 刮湖公園 這幾個站牌 而前往中山北路沿線的 中山幹線 內湖幹線 218 247 260 310 1717 目前同樣分別停靠 台北車站 刮湖中校 台北車站 刮湖鄭州 台北車站 刮湖公園 行政院 複雜的動線 跟停靠方式 也是讓乘客 也是讓乘客 難以利用 經過改造之後 轉運站內的 第1月台 將可以停靠 前往 三重 廬州 新莊 五谷 泰山的路線 由於這些路線的人流量最大 因此會需要最大的後車空間 也就是最鄰近車站的位置 第2月台 將可以停靠前往中和 東圓南機場的路線 第3月台 將可以停靠前往板橋 城中 大安 景美 木柵 新店的路線 第4月台 將可以停靠前往 松山 內湖 士林 北投的路線 而各月台 尖峰時間 每個小時的班次量 落在 81到97班不等 目前台北市區 各條公車專用道當中 以中華路上的 中華路北站為例 65公尺長的月台 就可以容納 每小時 139班的公車 再加上 轉運站內 各個月台 都涉及雙車道的寬度 也就是說 如果公車載客完畢 但是前方公車 還在停靠的話 也可以超越之後離站 這樣的設計 在板橋公車站 台中車站公車站 甚至是其他國家的 公車專用道 也都可以見到 不過部分路線 在這個規劃下 還是會維持停靠 中校西路上 也就是南側 往東方向 由三個 整合成 一個的停靠區 繼續執行中校東路 吉巴德路 還有在前方 右轉林森南路的路線 都整合停靠在這個位置 在流量方面 尖峰時間 每個小時 96班 其實跟目前 同個停靠區的 總量相同 甚至 還比下一個站牌 也就是 中校東路上的 捷運 並擅導四站 還要來得少 而且也有 足夠的空間 可以挖出 公車停靠彎 降低 對於 中校西路 車流的影響 至於著名的 公車之王307 目前往東 因為 中校東路 林森北路口 禁止左轉 所以需要 繞行 旁邊的 正江街 青島東路 然而這兩條道路 本身的路幅 都不寬 而且 青島 林森路口 一旁 就是 成功高中 路口行人量非常大 使得相同動線的公車 在這邊 也不好左轉 由於轉運站 在北平西路 中山北路口 有設置出入口 未來307等路線 就可以 從這邊出站 執行寬敞 且車流量低的 北平東路 然後在 林森北路 直接左轉 對於周邊道路 都會有正面的效益 而除了東側的 這個轉運站之外 我們也同步在 西側 目前使用旅 PND的行旅廣 設置不同形式的轉運站 提供來自成德路 重慶北路 北門回轉的路線設站 像是704 756 757等等 其實這些路線 本來在北平西路 有設置站牌 但是從2016年開始執行 西區門戶計劃之後 反而就此撤除 距離台北車站 最近的站牌 使得 轉乘台鐵 高鐵 以及後來通車的機場捷運 都變得比較不方便 此外 自重慶北路的台北交流道 進出台北車站的短途 國道公車或客運 像是 966 1816 1818 等等 原先停靠在國光台北西站內 但是在 執行 西區門戶計劃後 變成大批人潮 只能在市民大道上的人行道上 排隊後車 而且在缺乏轉運站的狀況下 車班只能下課後 馬上上課遮返 考量到目前台北桃園間的高速公路 已經是常態性塞車 對於司機來說 勞動條件實在不佳 因此 西側轉運站 可以由重慶北路 直接進出 大幅縮短這些路線 繞行台北車站的時間 減少周邊道路的交通負擔 而且站內同時設置除車區 可以讓司機就近停車休息 進而提升勞動條件 不過目前這個位置 正因為台北雙子星的工程 暫時納入為工區 因此可以等待雙子星完工之後 再於第二階段設置 有了這兩座轉運站之後 將可以相當大程度的 改善台北車站周邊的路況 整並停靠去之後 還可以完善 車站本來就該具備的轉乘機能 而轉運站內 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後車環境 在多餘的台北 有個良好遮風避雨的場所 同時減緩公車上下課的壓力 並且配合路線調整 提升營運的效率 與駕駛的勞動條件 除此之外 少了公車停靠交織之後 中校西路的行車環境 將可以大幅提升 也就是進行機車的最大理由 直接被消除 而且目前因為進行機車 導致機車必須繞死的鄭州路 市民大道 徐昌街 開封街等等道路 也都能夠在 減少過境機車之後 降低交通壓力 而這當然也包含了 之前曾經有過 代轉大富翁的 塔城街口 以及鄰近 左轉量過大 導致需要增設 科技執法的 西寧北路口 事實上 根據台北市交通局 於去年8月的報告中 中校西路深夜通行機車的半年裡 只有發生 一起相關車禍 而且周邊道路的機車量 也有所減少 這更凸顯了 台北車站 設置市區公車轉運站 是有利於整體交通狀況 促進交通安全的 這份規劃案 在上星期首次公佈後 恰好碰到台北市議會的交通部門 質詢答覆時間 也有議員 引用為質詢題目 現場交通局長 則是表示 還沒細看規劃內容 將會請局處 帶回研究 不過無論未來交通局是否採用 都希望台灣未來的公共運輸工程 要多多考慮市區公車 甚至是 不同大眾運輸間的轉程 如果對於規劃的細節有興趣 可以到大台北公車入網全藍圖的本專細看 這也是我以前跟高中同學共同維護的作品喔 那麼我們會訪一會兒就說